在加州的一個美國聯邦上訴法院裁定特朗普政府必須向被關押在移民拘留中心的兒童提供足夠的糧食、水和基本衛生用品 由三名聯邦法官組成的上訴庭星期四在三藩市裁定當局違反了1997年的庭外和解協議 這行協議要求政府提供安全衛生設施 今年6月代表政府律師辯稱這行協議並沒有規定在短暫的拘留期間向兒窮提供牙刷和蕃茄